哈啰,接下来给各位介绍一下 用Arduino搭配Scratch来做自动浇水的一个装置 那这边呢,我们有用这个海绵来模拟这个土壤 因为海绵很会吸水 那这上面已经洒了一些水 所以有一些含水量了 那这一个叫Termino 之前是用来测水容易导电性的 当然也可以测土壤的一个水含量 那后面呢,会有一个洒水器 它其实是一个连蓬头 那管子连到底下是一个沉水马达 抽水马达 那由谁来控制抽水马达呢 好,透过我们的这个MotoDuno控制直流马达 好,那这边呢 讯号呢,来到Arduino之后呢 那会在Scratch上面显示出来 那现在显示的是大概含水的一个数字 大概是30,31上下左右啦 旁边有一棵假的植物啦 好,那等一下呢 我层次启动呢 因为呢,那个含水量太低 它就会开始启动 那个 浇水 那等一下含水量如果到达我设定了150的话呢 它就会 自动把那个马达关掉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示范 含水量不足 开始浇水 好,我们来看一下含 因为才浇一点水马上这个数字就已经冲到100多了含 那,冲到150了 那现在又掉下来了啦 好,因为呢 这个海绵纳这个水分会慢慢的往底下流下去 所以那个含水量会一直在降低 那你如果要让它重复的做的话 就要写一个回全 让它重复的 当你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要继续浇水 好,以上介绍完毕